开门大吉 第三季 火热来袭 年龄不是问题 梦想没有气力 挑战从不停息 梦想有门 开门大吉 开门大吉 第三季 火热来袭 年龄不是问题 梦想没有气力 挑战从不停息 最大的能力 最热烈的季节 看最热情的节目 最动听的歌里 片最动人的故事 每周一晚 为您新的一周加油大吉 梦想有门 开门大吉 王老吉 开门大吉 他有我这么大的眼睛 你是说把我收了 还是见好就收了 都收了 Bit 8 Bit 8 什么叫Bit 8呀 幸福团美了 到底爱不爱我 你以为我是门铃啊 是一朵香 送人玫瑰手流余香 你说这个歌名叫什么 这里是由正宗凉茶 王老吉 独家幻名播出的 中央电视台开门大吉 一当零门槛 参与游戏互动 轻松赢取家庭梦想的 全新一致游戏节目 我是尼格买提 欢迎各位 在我这里你不需要能歌唱 你也不用死机 因为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暗响门铃 大开大门 惊醒快乐 就在门背后等待着你 好了 赶紧为今天所有的选手们 加加油鼓鼓劲 来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 开门大吉 王老吉 开门大吉 这时候马上就要开始 他的挑战了 电视机闲的您 是不是也很想参与 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去呢 方法很简单 只要你拿起手机 或者其他的移动设备 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有机会参与开门大吉 并且引走手机大奖 听起来好像有点难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打开微信的搜歌 摇一摇搜歌的功能 听到门铃之后呢 对着屏幕摇一摇 马上就会看到歌曲的相关信息 所以您会早于选手一步 知道正确答案 马上参与吧 马上欢迎选手朱敬如 有请 欢迎朱敬如来到我们的 开门大吉 大套看出来的这位美女选手 谢谢 朱敬如今天这个形象 跟往常真的不太一样了 这今天一副淑女的样子 完全颠覆了你在我心目当中的这种形象 我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形象 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她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 朱敬如告诉我们 你的工作室 我是一名灯光师 灯光师 大家想不想看一看 我刚才说到的 形象反他比较大的 朱敬如工作当中的状态 我们一起来看 你看 这是工作当中的朱敬如 我发现你怎么全都戴口罩啊 因为 现场的男士比较多嘛 我就拒绝搭讪 没有没有 开玩笑了 这个职业真的是男生干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你知道啊 为什么 现场灰尘太多了 然后就每次回去之后就 比孔里全是灰 然后嗓子也不舒服 今天放下了工作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是带着什么样的家庭梦想呢 我是现在空气不好嘛 然后我希望给爸妈买一台跑步机 这样就不用到外面去跑步了 好 那我们一起期待朱敬如 实现家庭梦想的所有过程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 开门打击 王老吉 开门打击 开始你的挑战好吗 第一扇门 请按下门令 好了吗 OK 第一扇门的歌曲是 我姐姐的歌 你姐 没有因为很多人都说我比较像这个歌手 这个歌手 对 我倒很好奇 先告诉我歌名是 是什么歌 陈慧玲的希望 好 到底是不是 我们期待 开门 打击 打击 看天空跳的云海幽梦 看生命会将路上满满 看明天的岁月 越走越远 远方的回忆的 你的微笑 智夜都漫漫 心中的泡泡 没有雨的方向 希望的翅膀 一片钟张开 飞向天上 谢谢王嘉宇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希望 要恭喜选手获得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选手挑战的过程 第二扇大门 请按下分离 第二扇大门 请按下分离 您需要提醒朱镜如 你有亲友团 可是我现在还不想用呢 不想用 你不想用 你现在可就得 我还是求助吧 哎呦喂 又刚才那劲哪去了 不不求助吗 不是挺牛嘛 来 马上连线第二现场 先请三位你的亲友团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庞海 也是朱镜如的同学 嗯 大家好 我叫张岳 也是朱镜如的同学 你好 我是那个朱镜如同学兼同事 不过说真的 小妮我怀疑是因为灯光师的工作太枯燥了 他每天要关注的都是一个个亮点 所以呢他们可能会有很少的时间去听音乐 所以当静如发现这首歌她不会的时候 三位也在这焦头烂额了很久 怎么办呢 给出一个参考意见吧 你们也不知道啊 他们真的愁死了 我想起来了 电台情歌 你问问怎么唱呢 你忘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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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生 旗带开门大吉 向其国家 开门大吉 到对方心底瞧一瞧 体会第一次什么才最需要 别再寂寞的拥抱 我们一直忘了要打一座墙 到对方心底瞧一瞧 体会第一次什么才最需要 别再寂寞的勇往 谢谢吴嘉亮为我们带来的电台情歌 也为朱金如带来了好运 恭喜你获得了 两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接下来第三扇大门是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你要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往前走 继续请按下 还有五秒没有听完 刚按上去我就听出来了 已经听出来了 这回总算听出来 来告诉我歌名是 是凤凰传奇的最选民族风 最选民族风 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期待开门大吉 我们期待 有的河水从天上来 又像那万字前后一片海 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你路边走边唱才是最主宰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崇溃 你是我天天最美的云台 让我用心把你振下来 有的唱就会选到民族风 让爱远走所有的尘埃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台 怎么就让你留下来 你学了你永远都唱得最选到民族风 是整天天空最美的云台 谢谢 谢谢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这首 最选民族风 好 恭喜朱敬如 获得了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金金 好的 朱敬如 现在已经打开了三扇大门了 第四扇大门背后是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所以更难的挑战还在后面呢 后悔在第二扇门就把亲友团用了吗 不后悔 不后悔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可能第二扇门都很难打开了 对吗 来 我们一起祝福和期待 马上按响第四扇门的门铃 还有四秒呢 不用了 不用了 朱敬如 状态越来越好了是不是 越来越进入感觉了 告诉我 你听到的歌曲是 突然想起你 突然想起 小雅轩的歌 小雅轩是你家重庆见 那才诚会临时你姐 我觉得从某个角度看你 也有点像小雅轩 有吗 有 他有我这么大的眼睛吗 没有 真受不了这嘚瑟 但是我喜欢 好 这受你的影响吗 看你节目看多了 突然想起你 到底对不对 很期待 开门 大 G G 一个人的夜 我的心 应该放在哪里 拥抱过爱 我的双手 应该放在哪里 我始终却又不会控制 我的呼吸 在玻璃装霜 喝出你美丽的名字 寂寞来世 寂寞来世 我的心 应该放在哪里 拥抱过梦 我的双手 应该放在哪里 我始终却又不会控制 我的呼吸 在玻璃装盛 喝出你美丽的名字 寂寞来世 这一体 到底放在哪里 有什么方法 让两个人不分离 谢谢黄小丹 给我们带来的 突然想起你 黄小丹他刚才说 他眼睛比你大 叫我我忍不了 只管他眼睛确实挺大的 接下来 第五扇大门 一万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在等待着你 但是在这之前 还是要恭喜周静如 获得了五千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来吧 第五扇大门 一万元 创布床 懂吗 好 跑步机 五千肯定不够 我觉得 对 得稍微买点好的吧 请按下门铃 让我想一下 这首挺老的歌 应该是 安迪 安迪 对 第五扇大门 背后是一万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如果你闯过了 我一定会建议 你不要再继续往下走 如果你闯不过的话 那么之前的五千元 都没有了 周静如告诉我 你听到的歌曲是 阿渡的安迪 改不改 不改了 不改了 真不改了 真不改 看来我没法救你 孩子我只能把你送到这 我们期待 开门 大 机 好 看到我们的过去 都让人爱 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叹起爱 爱 爱 你曾经 疯狂爱上的爱 再过几年 是不是地球难地重坏 可是MV 我这是不许逃避 谁都可能 暂时的深圳勇气 外面不安的世界 超动的心情 不能熄灭 曾经你拥有 吃了的心 谢谢 谢谢李子健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Andy 过真没有错 阿渡的一首Andy 也恭喜朱敬如 获得了 一万元的家庭妄想基金 来吧 哇 好了 我相信电视机前 朱敬如的爸爸妈妈 心里也是松一口气了 这一万元到手了 这个跑步机 好像看着不远了 接下来第六扇大门 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要不要继续往前走 要不要 就闯最后一次吧 确定吗 没有亲友团了 没有求助了 也许很难 没事 结果不重要 请按下门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点像 但是不确定 对吧 我不告诉你 我不是没有劝过你 第一号伤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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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克牛仔有一首歌 好像是叫第一号伤心人吧 他给出的答案是第一号伤心人 如果他答错 之前的奖金全部没有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它 需要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第一号伤心人 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期待 开门大剑 我是你第一号伤心人 我是你第一号伤心人 替你开一个门 泪往心里疼 我心爱的女人 再也不问 她的男人的灵魂 我是你第一号伤心人 我站在风里当另一个造成 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 也许我的心随成分 谢谢 谢谢岳峰 为我们带来的第一号伤心人 哇 我真的紧张死你 因为这首歌很多人都 当然这首歌 敌克牛仔的歌很熟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猜出来的 挺老的 也是有一点年纪的歌了 第一号伤心人 恭喜祝静如 回答正式赢得了 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 好样的 来 其实对自己还是挺有把握的是吗 很自信 好 接下来 两万元 怎么办 还闯啊 闯不闯 要不就收了吧 收了 等一下 你们听清楚了 你是说把我收了 还是建好就收了 都收了 家里有人不答应 这样好就收 确定了是吗 好 那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美女灯光师 朱静如 谢谢你 也恭喜你获得了 一万五千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在这边要特别感谢 正宗良潮 王老吉 为选手提供的 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 王老吉 开门大吉 好了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选手 究竟是谁 他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让我们掌声欢迎 孙浩林 欢迎孙浩林 你好 你好 桑林老师 你好 这个口音好像 我唐山人 多说两句 多说两句 这样吧 我唱吧 来吧 行吧 小小的这儿啊 四四方方 东汉蔡伦遭指掌 南京用它 报仇段 北京用它 来报文章 四肢落在 我的手 张张包的 都是十三香 原来你来 我们这是卖东西来了 是吧 没带 行 我觉得它挺厉害的 这一上来就吸引了 大家的目光 如果我没猜测的话 应该是一位歌手 对不对 喜欢唱歌 喜欢唱歌 一直爱好 有音乐的梦想 这样的一位选手 孙浩林来到我们的节目 可以告诉我们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吗 我家老爸身体不太好 七十岁了 我母亲是在我十岁的时候 我母亲去世了 所以现在就是剩下我老爸家里边 我想给我老爸买一个全身按摩椅 按摩椅 对 我们真心的希望你这份孝心 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 可以实现 好吗 谢谢 来我们一起给他祝福一下 好不好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打击 所以你这个造型啊 我觉得就很有特点 让人一下就能记住你 对 对不对 第一扇大门 一千元的家庭梦想 细琴在等待你 请按下 满脸 好像很简单 是吗 也不容易 告诉我 你的答案是 光阴的故事 不是 不是 罗大佑的 光阴的故事 我很喜欢罗大佑的歌 这首歌 哦 知道了 这首歌跟光阴的故事 挺像的 那个旋律 但是好顺叫 练曲 练曲1980 练曲1980 对 你的答案是 练曲1980 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期待 开门 大 请 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 但永远是什么 姑娘 你别哭泣 姑娘你别哭泣 我两海在一起 今天你欢乐正式 明天永恒的回忆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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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LA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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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欢乐正式 明天永恒的回忆 谢谢孙德丽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练曲1980》 也恭喜你获得了 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这个还有一字大了 轻点 啥活都干过 力不住了 第二下大门 请按下 门令 我想要怒放的伤病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这给我太熟了 装枪口了是吗 对对 汪峰的 陆放的生命 到底对不对 这样我们先验证一下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街 我想要陆放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转型的灯火 就像转型在无边的荒野 拥有挣脱一切力量 我想要陆放的生命 就像树立在彩虹之边 就像转型的灯火 就像转型在灯灯的星河 转型的灯火 可能对于孙昂林来说 这首歌 我感觉到他这首歌 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比喻非凡 对于孙昂林来说 经历过太多太多 有一些是苦涩的 有一些是甜蜜的 对 你以前都做过什么 洗车工 二厨 废塞的都是 还有建筑工也当过 服务员 考春工 考春工也当过 这算是你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低谷期吗 对 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干那个 我心里想的全是歌曲啊 音乐啊 就没有不想干我那个 不喜欢干的事 那种心情 你现在回起来 我应该是不堪回首 不堪回首 在你的生命当中 都怒放过什么样的色彩 打工 就是完了以后吧 从2006年年底来北京了 来北京的时候我带了一首 就是以前我只是喜欢唱歌 他不会写歌 我05年年底就写了一首歌 写了我来北京 这那个半年 就是没有事干的那个经历 歌名叫做 走好自己的路 能跟我们唱两句吗 行 我经历了爱 经历了痛 经历了沧桑无数 也经历了几乎 我半辈子的心酸老苦 我不能确定 我的脚步 明天会停留在何处 看我的心 已向我的梦想下了赌注 走好自己的路 让我的心不要再漂浮 无论前方有多少 有艰难恨苦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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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已为我守候 此时此刻的孙浩玲 已经能够大声地唱出 阳光已为我守候 那我们就踏着阳光 一路前行 好吗 好的 接下来是第三扇大门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下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国外的歌曲 也许吧 不知道 别看观众 你看我 Bita 8 什么叫Bita 8 你这长沾口音 长沾英语 那我英文的发音 Bita 8 啥意思 好像是这个 啥意思 啥意思 我也不明白 反正就是有这么一首歌 对 谁的歌 想得起来吗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对吗 就指着你们了 他们说的对 不算数 到底是不是 你所说的 Michael Jackson的Bita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G But you wanna be bad Just beat it Beat it You know I want to beat it Show up and I'm fucking strong Just like it It doesn't matter Woods from the front Just bea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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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Oh Thank you Thank you Wong杰 为我们带来的这首Vide 掌声带子送给他 Thank you Thank you 这种掌声 要送给孙浩林 You已经领取了 3000元的家庭梦想金金了 3000元 怎么样 还不够 还不够 差多的呢 还不够 那得 那全家按摩椅得 2万 所以你是冲着第七扇门去的是吗 我没那么 就是没有想过 就是闯到底关 走到哪是呢 走到哪是呢 我那人非常不够 关键是走到哪是哪 要错了 奖金就全没了 清零了 行 行吧 来 第四扇门门 请按响 门里 别看观众 看电视机前的观众 求助 求助 想了半天 憋了半天 求助 终于想起你的亲友团了 亲友团都有哪一学 亲友团有我的一个好哥哥 梁诗益友 还是现在在北京 也是一个知名的音乐人 叫陈刚 还有一个是 也是一个我的女性的好朋友 叫王飞雪 然后另一个三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 现在的女朋友 这得说清楚 我们来看看 孙浩玲的女朋友 啥样 想看吗 那我就不知道 让人看 马上第二现场 哈喽 小妮 孙浩玲 你知道吗 我看到你 我这个亲戚神也好多了 谢谢 我也是 看一下 这就是孙浩玲 非常自以为傲的女朋友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 大家好 听说 你俩认识了 能有个三四年时间了吧 嗯 差不多 他当时 你俩认识之后 他就是光头 就是胖胖的吗 对 认识的时候 就是光光头 那你第一眼见着他 不会觉得 哇 不像什么好人 是吧 不像什么好人 我挺可爱的 刚刚这个 孙浩玲也问了 这首歌 到底有没有听出来 三位 唱吐的那位 你知道吗 我现在能把这个吐 哼一下 但是 你又哼吐了 明儿 明儿 明儿我是 他只是 对吐 你哼一下 求助了啊 你们这 孙浩玲求助的眼神 看着你们呢 现在 太渴望 不愧是音乐制作人 老爸老妈 对吗 对 老爸老妈 老爸老妈 是吗 就 就这样了 老爸老妈 老爸老妈 既有团没用上 最后 自己详细了一个歌名 叫老爸老妈 得到了观众的鼓励和掌声 但到底对不对 要看门 会不会打开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进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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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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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